叶子上的水线了,不要太迷糊 好,再吃中间的这个 这个地方呢,我们基本上采用类似于叫做染膏法的方法来画 看,这样这片叶子呢,它的分染就结束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片 这一片首先是,这边被压到里面 然后这边在外面 这样稍微染一下 这样染一下 这小块留的要亮一点 接着是,这个里面 这个是被压过去的这一边 这个地方呢,都可以采用这种像栽染法一样,长得比较窄 然后这半边,这个根部是肯定的 先这样画,把上面这个叶子衬托出来 然后画在中间的位置 这才用的也是染膏法 接着,这个里面吧,它太小了,就直接涂上了 然后这边要留水线 好,所以这根水线稍微留得清楚一点 因为这个面比较测 好,这边留得清楚 这边到这儿,把这个位置称托出来 然后画在这个位置 好,再看最后这半边 就是这样 这地方稍微的挤一挤 看,这样呢,这个也就分两位了 好,我们再来看现在 最前面的这一个 这个首先是从这个地方 好,这边贴住,把反叶子称出来 这边面积要小一点 然后是这个 测得越明显的时候 测得越明显,我们水线就流得越分明 它如果逐渐转换为正面的时候呢 这个水线就削弱 那么最上面这个 这个要稍微淡一点 用表层的颜色 像这个怎么画呢 首先是 这个地方淡淡的一点点 这地方要淡 因为它整个 这地方我们一开始就处理的比较亮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样 这个里面有整体的压 这个里面有整体的压 好,到了这儿 画在中间 像这个里面 都要细心的 这些小面积的地方都要分明 一定不要忘记 蹭脱出表层的颜色 这个里面继续填 这个里面继续填 这个地方仍然是大面积的染 大面积的艾亚图 留一点点边缘是亮的就可以了 因为它在底层啊 它一点点都不受光 所以这个地方整体的要很难 很接近于平途 呢 接近于平途 盧波 盧波 这个里面还可以继续比 都要分 您这一块是最爱的 这一块是最爱的 你看这个画熟了之后 其实不要讲的 你们应该都知道是这样的 亮面这一边呢 总是采用类似预展包法的方法 不过余芬安先生画牡丹叶子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是铜染 它没有像我这样的分 它有时候分呢 也只是分一下主经的作用 就是最中间的这一根经的作用 我呢个人还是喜欢画得更细一点 层次多一些 但是你们不分也是可以的 就是完全依靠铜染嘛 一样是可以画出来的 像这个地方就染得要小 因为这两片叶贴得比较近 所以它留的亮面就会比较多一点 它这两块就像纸一样贴在一起 那么像这个空间比较大的呢 那么这一边呢 面积就稍微再大一点 包括 这个也是这样 甚至这一边如果感觉到 它还可以更暗一点的时候 这一边还是铜染 就不要分 你在亮面的地方嘛 它结构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在这一边就分染了 但是有的如果出于最底层的叶子 那么你这边分的还要为时过早了 还可以再继续强调一下 强调一下整体的明眼之后 再下一遍再进行分 所以这个分染和铜染啊 它有时候并没有太固定的这个程序 其实我昨天说有些朋友勾的这个画的母带啊 叶子软 墨线淡了的缘度 它跟墨线浓度也有关 但是我大家注意看 那我这个墨线其实也不是太龙 最主要的还是线条这个本身的力量 线条本身的力量如果不够的话 你就是墨线再龙啊 它线条还是显得软 你想打个比方说 像我这样的线条就很硬了 那么这根线就稍微软了一点 你这根线当时是立风化 这根线就稍微软了一点 那像这样的线 你才感觉到力度就更足 所以线条本身要能立得起来 像这样的线力度就更好 对吧 你看就能看出来 所以线的作用是特别特别巨大 像这个底层的液多燃一点 甚至到最后你不分 这个液也没关系 它有时候就不是像开始那样 绕一圈了 它有时候就分小结构了 所以这一步的传统的话 有时候就要加胶盘了 不加胶盘了 你笔法如果重了的话 它底色容易看上去 不容易染病 但是如果你控制的比较好的话 我等一下把它就拿出来 拿给你看看 晚上请我刷香 对 对 就花头部分嘛 整个刷 花头部分 没有什么 你才不得行 那种 你其他的地方肯定不需要 就是花头 像这儿 现在开始 这有结构线的地方 我们就要注意了 你先把这个结构给它 然后再游离往外 这地方也是类似于染包法 这地方染的面积要稍微大一点 不要让红色的部分过多 这个里面 对里面比较清楚 这边就贴在这儿 像这些地方 最有外缘的 就在这些锐角的地方点一下 重色就集中在这些锐角的地方就可以了 Von内容 对 这一步一定 基本上就是要画纷染这一步 要把它画足 画的对比很强烈 感觉到对比的关系 超出我们正常的预想 因为这样你后期在造鼠红的时候 它就会显得正好 如果你现在这一步 你感觉到你把它画得 感觉到很好 然后你在造鼠红 它就闷掉了 所以一般我们不管是画叶 还是画花 在纷染的时候 都要把它的对比画得比正常的 最终的感觉要更强烈一些 像这儿一小块 甚至整个的都发黑 边缘露出一点点红的口感 边缘露出一点点红的口感 后面也可能也没造出红了 所以它画出一种 显得不够厚重 就是没画足的这个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天上午我帮你们做,你都看一看 明天上午我帮你们做这些 这个感觉是很厉害的 愿意也很厉害 我会很厉害 真的好厉害 这个感觉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 很多感觉是很厉害的 感觉是很厉害的 感觉是很厉害的 拱摆成牛丸 你感觉是不是有点紧 嗯 母蛋啊 母蛋黄花就来花 黄色的 黄色的 它因为这个颜色 本身就很亮 然后呢 你调它暗部的颜色 又不太好调 所以黄花相对来说 蓝柱是最大的 其他的白花 粉红的是最好花的 嗯 红的其实不难 红的关键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画 红花本身的 染啊不是太难 红花要想画得快的话 脸变色 我也能把它画得比较漂亮 因为它本身底的深啊 它里面一些微弱的变化 一般人不是那么看出来 黄花最难 摇黄 摇黄 摇黄是最难画的 你画的 因为你黄色再画 它画不暗 对 那一顾古色画不好 就画脏了 你如果用紫色去染暗部 染不好就脏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一般都是 先用藤黄 送黄打底 然后用藤黄染 然后用橘黄去染 然后再用橘红去画 最后暗部再用紫色去提染 它得经过好几道工具 黄花蓝花 你自己选择 我选择蓝色的花 我选择蓝色的花 蓝色的花 蓝色的花 蓝色的花还行 蓝色的花 嗯 还算比较好花 水 水 水红花也蓝花 蓝儿花蓝花 那个花主要是 玫瑰红的颜色蓝染 对 玫瑰红的颜色 它发白 它这个颜色如果 Our型 灯在最后 就发白 所以很多时候 怕水红花要 用玫瑰红的颜色 颜色不懂合化 红花不容易出来 我现在用那个五迪亚也都是这样 它红色的地方容易护掉 还好 来花其实还不算来花 白花关键你要有合适的背景 做搭配 比如说你周围得有比较深的叶子 或者是轰染背景 或者是甜吃青底子啊 等等 要衬穿 它越染就越干净 它慢慢的最后再照一遍手工啊 它就会显得很难 现在这个反半到底提不提 我还没打定主题呢 反半如果一提就耽误很多时间 反半一提染的话 最少得花掉 加上最后处理最少多花两天 就继续了 一半两半我们看一下 停一半两半我们看一下 停一半一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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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色最后只是在粉红的花头 周围轰一下 还有一些最后根据画面 需要在叶子的地方轰一下 还有就最后洗一下 嗯 你们不要画这种底子 你们画就画一马平图的底子好看 嗯 难度也低 就画一方红底色就行 或者 最章其实也可以配 可以淡绿底子 淡绿底子 然后 用下方用什么草绿稍微轰染一下 你画也可以画成两朵纯白的母蛋 它不也好看吗 你不见得就会得像我这样画 你只要把软明暗的方法你们掌握 你画什么颜色都不是重要的 配色这个很容易 很容易掌握 我要洗就是 那个吧 整个整个把纸打出来 然后再用上几纹去跟你需要 哪些地方需要削弱的啊 还是 你不可能只刷这一小块洗 那你洗了之后 周围的颜色会硬过去 它会有一圈硬过去 你肯定得 只要是洗 肯定是把纸上全部打好 年花头也打好 对对 年花头 年叶子 七款全都要打好 对对 你们有时候不用考虑那么多的 你们有时候不用考虑那么多的 假的就老老实实都画着最后 哈哈哈哈 但是 你给几个那个 明远毕业的小朋友 你上一年就上一年 你上完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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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 你上完美去 你上完美去 必须是这样的叶子的组织 在你具体的局部你变一下 画的时候你改变成自己的 换颜色 这个都是我们很欢迎的 这张不主张临摹 临摹这张你肯定是货标奖 你必须得改变 例如说你叶子叶子变了 我不教过大家很多叶子吗 你也可以画墨叶子 也可以画蓝叶子 配白花 你先把背景换成淡天蓝 它不又是另外一种色彩 我们最常说通过一种构图 大家能掌握无数种表现美的方法 它那花的形影有点 对 方向 方向你最好呗 因为你变了 它的构图走势就不一样了 你到时候构图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发行变相没问题 但是方向不用变 发行变相没问题 但是方向不用变 那都没关系 没关系 这可以啊 对 可以啊 嗯 嗯 嗯 你在新疆写上了没有 写上了 写上了 也写上了 现在美院货招的厉害 比如说里面水准也不高 包括里面好多老师 那可不是 我们的新疆有一个 我们的新疆有一个画壁画可放 建议 新疆这个哈啡方的 我根本不是出唐 新疆的美国 这ial這個 大家在看得到 就是不知道 这些 是 相 这些人都给他要找, 公元三十一到四十年就团扬起来的, 而且他的形象是带来的孩子, 甚至有其他的地域。 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宣传, 他也是被抖起来的。 我的荷花跟柯鸿老师的荷花造型都是一样, 但是是几种处理风格, 你们就可以间接什么叫改编了。 我就是拿柯鸿的画头, 直接画的。 很多花头造型还有一些局部, 上次的十本书在中团牌。 拿过来看看。 这套书杨伟欣出的很不错, 这套书出的相当好, 他的印刷也清楚, 尤其是雀了那本, 雀了那本,雀了那本印刷的丝毛, 这套书啊。 就是里面那个错版, 就是那个梅花。 里面哪一个, 那个版本要好得多, 这个色彩书。 这个是安美的。 这个是安美的。 所以他不足图错。 因为以后我就不敢上色, 他赶不对头了, 然后我就上网。 他那个衣服跟二不掉上来了。 对,我已经上网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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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 有。 那本就不要了啊, 那些都可以买, 那本就不要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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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这个教程啊 还是要印得清楚 安米这本自小 自看了双眼睛 其实我出的哪几本 我感觉不错 一次是这一次出的三本 我觉得都不错 雀疗啊 什么那个就是杨立新的 还有杨立新出的 是四开的那本 那本印得大 调皮对 那个清楚 那个步骤也很清楚 调皮我这个出来的 这个早就出来了 那个可能论坛的大概都没有 就那么一根 这个我一个都没有 这个这边 这个这边 老师还很大 我那边 上面 我的书在那边 还有 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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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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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前面基础姿势差不多 后面鸟都不一样 鸟都是新化的 这次发展杨伟兴的几本书 我出的还蛮满意的 它都比较中俗 台版也比较大化 以前有些设差太大化 这个比以前的12开的出的 我觉得要好一些 以前的我全有 我觉得有些设差太大化 那你可能买的是不是盗版 你的你买的 他们有的是的 有的从外面买的盗版 盗版那个颜色印的天差很大 我从那个书上看 可能网络上看 那年这也是不一样 二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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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百五 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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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买的 收场 这是那一套 收场 我放了四四四九 那个三分五 一开始学圆 画这些小 有三 画小品 知道 原因肉手一点 对 和学到许可 一些 从小做早饮,做筋,做手,做大饭 你们到时候叫我写名字的叫,把名字报给我 是把拿几本书,然后就写错了,来了这个没买的写上了 几个头码清楚 从能看你买书里都签字,都签名了 对啊,可能要出两个小时专门给你们签 我一般正常的在家就把名字一画,然后助手他们帮我把一张一盖,我签的名字就不管了 你们这个还要求每个人都得写上买书里的名字 我都不用,你就写,你就写,到时候我直接就弄在那里买 反正后面我就做 我最早出的那个,杨友军出的那个,什么红鱼母带画画 他有那个颜色的那个讲解那一本 那一本,那一本是再版了,恐怕第四次再版了 那一本的杨友军应量,可能你达到,就那一本书恐怕就达到一万五多 对,那个书都挺早 那个书早 现在看那个书上已经有很多的 那个荷花,那时候我买的第一本是荷花 绿色的那一本,特美 那几年的作品啊,它还不成熟 越到后面的越紧 那几年,你看我画东西几乎都没有轰然背景 要么就是平图,要么就是重底色 几乎很少有那种背景的大面积的轰然洗刷都没有 这几年,这画面的技巧就不会是好 咱那时候的东西呢,正因为那样,它简单 所以它初学者啊 最容易学 最容易学 所以有时候它很矛盾 你感觉你画得很好的时候,很丰富的时候 初学者可能难度大了 你二十五本书,你弄它也有吗? 那不是,有好多都买了 有些它已经端版了,它不再版了 卖完了,它不再版了,对 有很多书都是这样 然后我自己都说 对 我有时候自己都是在网上买买几本 做自己做一个成长的 他们说周川先生的话是最难摸的 你觉得呢? 对,因为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积力 各种各样的积力就做,那你确实难 我慢慢地画灵默往后,肯定也难灵默 那你没办法 因为 我不可能永远只停留在你们初学者能理解的这个角度上 就是你说教学类的那一块,你就基本上要那个了 你慢慢地,你随着自己的,像我们随着自己对审美都理解的 我慢慢地肯定有时候一些技法的新的东西都会带进去 包括你颜色,我不可能永远画红花绿月 你老师说红花绿月,我自己的特别没有了 你肯定还得走出条自己的路出来 好,这样正面也就抠的差不多了 然后马上我来抠反面 反面下一步呢,然后就提 提反面 这一步呢,反面还得抠一点 反面始终大家看,反面始终还是比较红 还比这边呢,始终要红一个层次 休息一下 那一边 休息一下 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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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扔掉,把他扔掉,臭死了 对,屁股心疏了 把他扔掉,他拍那么多发麻,又不是拍人像